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这个礼拜有到佛光大学 上教那个Java 那我有传连接给各位 如果你们有兴趣对Java不熟的同学 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 赶快把你的Java底子 基础赶快补一下 因为其实各位可以发现 Android其实就是Java 当基础 所以你Java不熟的同学 你可能在学习Android的时候 处处都是觉得好像怪怪的 好像很多地方都有点看不懂 那因为你Java底子不太够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有记贴到我们论坛 给各位参考 那今天的话继续再来看就是 我们主要是要做那个List View List View部分的话 简单讲起来 其实就是什么呢 一个清单 清单列出来 你还可以点击进去 比如说你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首先的话List View 1 1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个 就是里面的话 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里面会秀出几个球类运动 底下有个显示讯息 那如果说今天当我点击了其中一个 下面会显示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我们可能会需要几个 就是你的球类运动 这个前面有做过 第一个的话 我们的资料放哪里 我们放Swing Swing里面的话 需要一个BOSS的一个Swing array 阵列 当然我讲过 我们这个资料可以放在Swing array里面 也可以放在哪里呢 可以放在我们的就是宣告一个阵列里面 都可以 不过呢 你可能要考虑哪一种方式比较适合 那如果放在那个Swing array这边的话 好处就是说 将来我们用多国语系 就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你放在程式里面 产生阵列的话 做多国语系 大概就会有问题 但是呢 如果你把这个资料 放在这里 你怎么去抓它 应该还记得吧 前面有个 用那个 抓那个Resource里面的东西嘛 前面不是有Gast Tree 就是把它抓到一个地方 丢到一个Ray里面去 然后呢 你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这个部分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后面就是 大概就是这个啦 这个我想应该各位不陌生 再来就是 因为我画面上有两个东西会用到 一个是Test View 然后把它做宣告连结 当我点击其中一个项目的时候 用增加一个Set on Iten Click的事件 传递一个Arg 就是点第几个 去抓到它现在 并且在Test View里面呢 显示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这个地方 有方法二 方法二的话就是 刚刚那个Swing 是放在那个Swing的Ray里面 那如果说你要额外 增加一个那个 有没有 阵列 你可以在这边宣告 总共有四个 丢到这个阵列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放在那个 那个List View里面 特别需要一样用Array Adapter 这个好像各位应该不陌生吧 OK 还是很陌生 你就回去看那个Spinner 有没有还有印象吗 Spinner里面呢 会用到这个东西 里面加上一个范形物件 这个范形物件 可以帮我把那个 阵列里面的东西 这个Boss 帮我丢到那个 丢到那个Adapter 那实际上它跟Spinner很像 Spinner是需要一个Adapter 那这个Adapter是 先放在Adapter里面 一个一个一个 帮你放好之后 再丢给List View 所以最后做完 类似像这样 我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基本上呢 我们直接 看那个完成的画面好了 基本上 如果我今天需要 做出那个 最后的结果的话 OK那大概做出来 类似长得像这样 就是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这上面有个Test View 那如果你不喜欢 把它放在这边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Title 我们上面 之前那个范例 是SetTitle 你也可以把那个Title 放在这边 就可以省一个 省一个元件 然后里面的话 放一个List View 这个List View里面 放的资料 我可以 放在那个 我的Stream里面 或者是放在那个方法2 就是这边 宣告一个Stream的 一个阵列 然后名称 也一样是Boss 不过讲过了 如果你放在这边的话 做多国语系 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因为将来的话 这边就没办法 做多国语系的话 你可能要再判断 它那个语系 好那 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如果我 做完之后 那该需要 注意哪些事情 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那个 界面部分 大概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请各位一样 建立一个CH07 底线List View 1 那画面部分的话 大概长这样 其实基本上 你就直接从那个 第一个 我一样是把它改成Layout Layout部分的话 一样是Vertical 是垂直这个 特别说 一样 那个跟前面都一样 那再来的话 里面放什么东西 放Text View 就这个东西 然后放一个List View 各位找一下这个元件 把它丢进来 那里面的话 显示讯息 那大概改了哪些地方 基本上呢 最上面这个 基本上没关系 主要是这个 我的List View 高度大概我设定一下 我大概设350 不过你这个地方 可以视情况而定 或者你可以呢 让它Warp Content 或者是Match Parents 都可以的 这个地方Match Parents 它也会自动去帮你调整 然后这个是 那个List View的部分 其他我都没设定 再来的话呢 就是Text View这个 这个的话呢 我只有设定它的Test Size 它的Size的话呢 我可以给它20 当然如果你字放大的话 你可以给20啦 给更大的这个应该都没问题 好那界面部分的话 我想这前面都做过 这一题的练习题 其实还蛮单纯的 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 就是说我要怎么样 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里面包含就是说 宣告连结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 事件的话呢 我这边有一个当List View 被Click的时候 那我Click它的时候呢 我会需要取得它现在里面的文字 并且帮我显示在这里 那这边的话当然有个事件 就是Set on什么Click 所以这边是一个Click Listener On Item Clicker 一个项目 那当它点选的时候 那我怎么知道它点了第几个 我前面跟那个List View一样 0 1 2 3 也就是它Click的时候呢 它会透过那个 那个有个Arg2 这边有个参数 这个参数Arg2 一般呢 应该会是第二个 然后呢前面的那个传过来的 资料形态应该是RNT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知道说 它到底点了第几个 比如说它点了第一个 那就0 Index是0 这个地方Arg2 实际上是一个索引值 0 那我要怎么去抓到里面的资料呢 我可以透过List View里面这个物件 里面也叫Get Item Add Position 这个方法里面的话呢 传递给它第几个 把它图3 就可以抓到里面的东西了 然后呢最后 最喜欢的球率运动是 我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这题应该是比较简单一些 那List View用到的机会其实非常大 其实像资料库跟资料库连结 大部分都会利用它来显示一些资料 所以点击它 它就显示出来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练习题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再来呢 我前几天嘛 到那个佛光大学 因为他们要考一些证照 那证照刚好又是 也算是我的强项 那里面的话呢 它需要考一些Java入门的证照 我觉得这些题目对各位来说 如果你对Java不太熟悉的话 其实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基础 那里面我讲到啦 其实你可以延伸到像我们现在的 还有像JSP ServerLate JavaScript 其实很类似啦 JK、JKMobile 甚至是Shop 其实很多都是相同的 那里面的话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点击 这边有个连结 里面的话稍微把它看一下 那 这边 还有题目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对那个 因为像这个四题 总共二十题 如果你可以把二十题 练完 然后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二十题 怎么样 把它改写一下 甚至改写成 那个 手机APP 应该没有 因为像这个第一题 第一题是要做什么 第一题就是做那个 一个 乐透彩 的一个 模拟程式 像这一题 也可以马上改成一个手机APP 甚至呢 触发的点 也许比如说 你要模拟 假设你可以想想看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在 ListView里面 当它按下按钮的时候 你就动态的产生 七个号码 然后把它放在清单里面 告诉它说 你可能会有出现 这七个号码的机会 不过后来可能就有同学想说 老师那我不要按 按按钮 我可不可以跟它摇一摇 对不对 摇一摇 然后呢 它就跳出什么 七个号码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清单 我可不可以摇一摇之后 就感觉上面有七颗球 跳出七颗球 当然也可以啊 只是说 你要想一想 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因为一个界面 你可以 所以一个事件 我们刚刚讲 按按钮 是一个click事件 但是你要摇动它 你要去孤架那个 你一个sensor 这个sensor呢 如果被摇动的话 那你就触发这个事件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其实基本上设计原理都是这样 只是说呢 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呢 去了解 所以这边我提供给各位一个 影片在这里 有兴趣同学 可以去了解一下 另外还有相关的开发环境 OK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就是List View 的这个部分 当然如果 刚刚的这个范例 其实比较简单 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改写成 跟乐透彩连接在一起 也许是当什么呢 按下按钮的时候 就自动帮我产生七个号码 就是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自动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清单里面 OK 那这个也许就是一个野生体的 那就是一个APP 就是模拟开乐透彩的一个APP 我想应该还是会有人 像他可能要去签 去买那个乐透彩 他不知道买哪个号码比较好 那这时候当然你就可以 帮他一点忙 不过你也不能乱给意见 如果他那个 结果买了没中 他就给你一颗心 他说这太烂了 对不对 完全不准 对不对 但是你也可以怎么样 再帮他去收集 历年来的那个 Big Data 就是开讲 然后呢帮他分析 历年来的号码里面 哪些号码的几率最高 也许你可以给一些 这个数据不是你乱跑的 而是你可以从 资料库里面 帮他筛选出最有可能的组合 不过这后面就是 可以这样做啦 只是说这后面当然是非常复杂的 OK可以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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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